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消了 在取消的原因 说是川普的身体状况 因为他可能他会有感染力 可是在10号 在他宣布取消之前 白宫的医师已经自己发出证明 说川普身体足以参加公开的活动 他已经不具有传染力了 编论委员会不接受 不听从白宫的医师 却听从其他地方的 他所认定的所谓一个诊所所下出来的决定 认为川普可能具有感染力 但是那个诊所的本身却没有任何资格与川普有接触 美国的社会基本就与很多中国人想象的概念差距太大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宣布取消这一次的辩论会 因为川普不去不接受视频辩论 认为那个是欺骗 在昨天 10月14号 美国CDC的主席 美国国家任命 就是官方任命的最高的病毒学家福奇 自己在这个新闻媒体上接受采访时说 我可以证明川普不具有任何感染力了 这就是美国 非常荒谬的 今天的美国社会走到了极其荒谬的一个境地 也在昨天 川普的太太声明讲说 她已经测试成阴性 在美国的第一家庭正式宣布痊愈的同时 习近平在深圳发言狂咳不止 他占据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概念 借用了他的父亲的说法 但他没提他父亲的名字 在讲到说在广东的负责人的领导下 那深圳走过了40年 而这广东的负责人是当初他爸 他爹 他爹是广东省委书记 那邓小平在坐镇北京 那他爹在广东开发的深圳 这是真的 那可是人们只说那是邓小平的改革之路 没说习正心 做儿子心 做儿子呢 孝蠢 心眼又小 所以要顶掉邓小平 你把国家装 被他装兜里了 共产党给他塞裤衩里了 不开玩笑 老人去怕丢钱吗 都把钱存在裤衩里 他也一样 所以共产党给他塞在裤衩里了 国家装在兜里了 所以他就要改 结果当他讲到这部分的时候 他就突然咳嗽 两分多钟到三分钟 喝水不管用 打个儿放屁都不管用 就是咳嗽 所以这就人们说他是不是染病了 那他时间上就很有趣咯 美国的第一家庭痊愈 那习近平狂咳不止 中间就合在一块 习近平以后会不会有病 他肯定不公布 但谁难受谁知道 对吧 与此同时 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讲了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天意的背景 纽约邮报拿到了一个硬盘 这硬盘里面 去包括了拜登家族的 拜登的儿子 腐败卖国 整个家族腐败卖国的具体时政 有时间 有地点 有对方受众 他的硬盘里头包括了太多的电子邮件的复印件 我们昨天只是提到这件事情 那后来随着细节的这种爆发 对头算大概一天 在整个美国社会 在整个美国社会成为了一种叫什么铁证如山式的爆炸式的新闻 在这件事情 是拒绝拒绝神的 他们尽最大的可能 不去报道阻止这件事情的传播 而拜登家族的这件事情被揭秘 却充满了天意 先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更新的资料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纽约邮报的推特官方账号 昨天下午两点钟被推特封杀 到现在 19个小时没有进行更新 没更新 原因就是给他冰冻了 账号给他冰冻了 完全没有给他清除掉 但是账号给他冰冻了 冰冻的理由 就是这篇文章 那他说呢 根据推特的这个 他的管理条例 严防黑客袭击之政策 所以要能够证明材料的本身 资料的本身的正确性 那谁去证明 他没说 所以当这篇文章贴出来之后不久 这个账号就被冰冻了 川普的新闻发言人 白宫的新闻发言人 他转推了这篇文章 他的账号也被封了 他们引用的是美国宪法当中的 第230条 第230条授权美国社交媒体的大公司 为了防止伤害 给公众带来伤害 包括一些色情的东西 所以给予这样大公司一种权利 对内容的一种相对把关 那推特账号借助了这条条款 封杀了这条消息 而这个消息的本身 却已经被美国参议院 国家安全委员会 美国政府国家事务管理部 证实这是真的 那个电脑的老板 也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网的专访 他讲述2019年4月份 一个人拿着三个电脑 三个笔记本 三个笔记本都掉在水里了 掉在水里了 像笔记本电脑 这个手机通常 掉到水里了 就全废了 正式的电脑公司 没有人管的 现在的 你看现在的手机都是密封的 原来的手机那个电池 是插进去的 对吧 它密封不了 只要手机掉在水里 你是苹果的也好 你是Samsung的也好 任何公司不会赔偿的 因为进了水 基本就完全是叫做完全报废 我个人的生活经理 干过这行 所以所有进水的 全都不保休 很相信 2019年4月份 拿着电脑这个人 电脑进 它是用的苹果 Micro Pro 掉到水里了 然后 那他正式 正式电脑行不给修了 他就到了他 这家电脑行 去修了 老板是个技术专家 那他也很简单 他说我实在记不起来 这个人就是 这个 我不能确定 这个人就是亨利拜登 我个人觉得 这个人讲的就是很真实咯 如果你开过店的人 除非这个人老进来 老进门 对吧 你们家卖咖啡的 每天他喝杯咖啡 他敢确定 如果是路过的 在这买杯咖啡走了 你说那个人是不是就张三 你让我这么说 我也不好说 他是 他是开门了 进来的绝大多数都是 只有一面 牛了就走了 所以他不太敢确定 但是 在送来的电脑上 有他的 有一个拜登基金会的标 这个拜登基金会的标 就是亨利拜登的哥哥 拜登家族 为了纪念这个死去的儿子 成立了基金会 用社会上收钱 所以有这个标 他就确定 应该是他们家的 因为开店的跟拜登 就是同一个城里的 同趟的 在一个街区的 邻居大家是 90天之后 这个电脑就这么扔着 按照北美的 北美服务行业 任何一个东西90天 没有人领的话 店主可以随意处理 这个这是一个服务条例的 一个国家法律 州省法律 店主在过了大概90天 他是9月份 2019年9月份 4月份送进了电脑 过了5个月 没人要这个电脑 他就去查这个硬盘了 因为他给恢复了 硬盘一打开一看 就给他吓坏 他就知道 讨论的都 里面都是拜登的儿子 跟乌克兰 跟中共国之间的 业务往来 大笔的赚钱 他知道这个事就大了 店主呢 怕惹事 就没动 什么时候开始动的 去年12月份 众议院弹劾川普总统 让这个店主就就不干了 店主支持川普 但众议院弹劾川普的理由 说川普动用总统权力 去侮辱了拜登 调查他的儿子 他手里拿着证据 我支持这老头 你这个老太太 胡说 反着 诬告对方 他不干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